有一個光打鏡頭 其實是來做測距的一個鏡頭 這次也比較有趣的是 它其實用在相機上面也是蠻特別的一個做法 它也用來做你的夜間的輔助對焦 因為有時候空間不夠的時候 你用鏡頭去做對焦其實會有一點迷焦的狀況 這次還要用這個來做輔助對焦的動作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人像模式 iPhone 12 Pro已經有一個等下52mm 大概兩倍光學的一個人像鏡頭 它就有比較好的空間壓縮感 那這次還增加的就是 它用雷達來做你的邊緣的一個辨識的動作 所以它的效果會更好 這次螢幕是全屏 完全屏的螢幕 你知道我們多久沒看過屏螢幕這件事情了吧 你知道它站而突出就好嗎 完全沒有站而突出 我們把它橫看好了 它的邊框跟玻璃是完全齊平的 因為其實在這幾年來講 也是iPhone開始做所謂的就是 側面的2.5D或3D的曲面的玻璃 就是大家會讓螢幕的玻璃去做比較 比較一個圓弧的過渡 那今年iPhone會特別把它 反而把它削平 這一點其實蠻罕見的 那當然也有傳聞說 可能是新的金質玻璃 它目前不適合做2.5D的這個邊緣加工 大家好 我是小編小緣 iPhone 12跟iPhone 12 Pro 終於在10月13號開賣了 那很多人就會想啊 這次的新手機有什麼新亮點 或者是這樣的手機有什麼樣的差異 今天就邀請3C達人 廖阿輝 哈囉 大家好 歡迎 這是Poro比較貴啊 有錢買Poro 我們在桌上已經看到4個顏色了 對 這是 右邊這兩款 黑色盒子的是12 Pro 然後左邊那兩款很寬的 白色盒子的是iPhone 12 那其實今年的話 就是大概是用盒子 用盒子可以明顯分出12 所謂Poro跟沒有Poro的機型 那當然機體 機體顏色還是有點差異這樣子 陶容度很高的是藍色嗎 對 兩款藍色陶容度都蠻高的 因為看起來有一款 Poro的藍色好像大家都蠻滿意的 因為有點像去年的霧海綠 它今年的藍色其實算蠻受歡迎的 另外一個討論度蠻高的是iPhone 12藍色 因為師傅跟大家想像的落上好像有點大 你覺得你自己看這樣你覺得好看嗎 其實我覺得實際上看到 比畫面上看的還要好 這樣說好就是 我會覺得大家 這是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說我好不好看 我都覺得還是有個人的偏好問題 但是如果你在iPhone 12想要選購的話 兩種顏色我覺得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紅色跟藍色 你可能強勵建議大家到現場去看一下 因為今年iPhone 12是用背面是用一個亮面玻璃的處理 那它會在深色的尤其是紅色跟藍色上面 它會隨著光線會有一些深淺的變化 甚至紅色是有點像是橘色的感覺 那藍色也會有一些淡藍跟深藍的切換的感覺 所以你建議大家這兩款顏色千萬 可能要到你看一下實際的感受 你再去做選購 直接到現場就開 對對對 那算是今年可能是 也不能說是雷 但是它可能會是 你跟你的視覺露差感覺會比較大的畸形 那其他像淡色系 尤其像12啊 像這我自己有拿這個綠色嘛 綠色黃色白色 我都覺得算是蠻相對來講比較保守的顏色 都跟去年的淡色系iPhone 11是比較接近的色系 那我們可以直接拿兩支嗎 就是一支12跟一支12 Pro 可以啊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一樣比藍色好了 好 那今年的話 今年比較有趣的是因為 這兩支 尤其是iPhone 12 Pro 它今年從去年的以前的過往啊 從iPhone如果 iPhone X開始用的話 以前都是大家記得是小支是5.8吋嘛 那今年它也把它升級到6.1吋 所以今年很有趣的是 iPhone 11 抱歉 iPhone 12跟iPhone 12 Pro 兩款的螢幕大小都是6.1吋 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像今年的窄邊框 在iPhone 12上也有 所以其實它兩款比較是設計外型風格上的差別 其實有時候正面可能看不出來 甚至你拿正面的話 你叫我說是哪一支Poro跟沒有Poro 可能我都分不出來 那重點還是翻到後面 主要它後面的話 第一個是兩個都是用強化玻璃的背板 但是呢 iPhone 12是亮面 iPhone 12 Pro則是霧面的處理 那相對來講 我覺得霧面處理還是 我個人還是多喜歡一點啦 它因為它可以抗指紋 然後質感上也會比較處理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側面的邊框部分 差異就蠻大的 在iPhone 12系列是使用鋁合金的邊框 那iPhone 12 Pro則是跟以前的 像Poro系的一樣 都是用不鏽鋼的中框 那兩個重量會有差別 其實差別還蠻大的 它差別到大概24公克 24公克 對 因為今年的iPhone 12其實是有點特別輕量化 那當然iPhone 12 Pro也是蠻厲害 因為其實它剛剛講它變6.1吋 但它其實比去年的5.8吋還在輕1公克 所以其實今年都算是 你要說有沒有誠意 我覺得蠻有誠意的 第一個它增加5G 然後新的處理器 更好的拍照 然後新的顏色 但是它重量反而比忘年 都還要來得輕 是一個蠻不簡單的事情 然後當然就是再來 最大差別就是它的鏡頭啦 一個是維持的雙鏡頭 另外則是三鏡頭之外 還多了一個雷達 光達鏡頭的部分這樣子 那它的相機的功能啊 是不是比較大差異在哪裡 相機的部分齁 如果說真的要這樣講 我是覺得我先從全部的相機都一樣 就是在說 就是這次的超廣角 因為去年其實在iPhone11系列 還是加入超廣角 但是iPhone11的超廣角 說實在的它的畫質 跟主鏡頭還是有一段差距啦 而且你剛才去年來講 大家有用的話可能蠻明顯的 那今年全系列的超廣角 畫質都提升得非常明顯 甚至連邊緣的變形也比較少一點 然後再來我個人 我會在從去年開始一個超級夜景功能 加入在iPhone嘛 那今年則是更進一步 你除了主鏡頭 不用超級夜景之外 你的望遠鏡頭 超廣角鏡頭 甚至連自拍都會用夜景模式 自拍前置鏡頭 自拍也可以 所以其實如果你喜歡拍人的話 以前你在夜景模式 夜景模式要拍風景很OK 但拍人可能老婆會揍你那種程度 那今天也不用 沒關係啦 就連自拍都可以開夜景模式 所以效果這部分 我覺得進步蠻多的 那如果你喜歡拍照的話 那Pro系列還是要講是多一個 Ladar就是光大的鏡頭 那其實是用來做測距的一個鏡頭 那這次也比較有趣的是 它其實用在 用在相機上面也是蠻特別的一個做法 它也用來做你的夜間的輔助對焦 因為有時候空間不夠的時候 你用鏡頭去做 對焦其實會有一點米焦的狀況啊 那這次還要用這個來做輔助對焦的動作 再來是我們剛剛講的人像模式 iPhone 12 Pro已經有一顆等下52mm 大概兩倍光學的一個人像鏡頭 它就已經有比較好的空間壓縮感 那這次還增加的就是 它用雷達來做你的邊緣的一個辨識的動作 所以它效果會更好啦 所以我還是覺得如果預算夠 喜歡拍照的話 那12 Pro會是更好的選擇這樣子 那你有看到網友在討論說 今天 今年有增加杜比世界 嗯 杜比世界其實蠻有趣 那其實跟大家可不出要可不出一下什麼 那其實就是HDR影片的一個標準 那 那其實就是杜比推出的 杜比率局 中文叫杜比世界 那再來iPhone上面其實算是 手機可以直接拍 10比特的杜比世界影片 那比較重要的是它甚至連螢幕都有支援 所以它是可以用在螢幕 然後畫面錄影 對第一個是它拍錄影的時候 它就是拍杜比世界格式的影片 然後再來它本身的螢幕 就支援HDR與杜比世界的顯示 所以效果其實 呃 算是目前最強的錄影手機啦 那當然這個也還是要大家注意喔 如果你轉到電視上面看 或你電腦上去看看 你電腦還是有直接杜比世界的螢幕 才能顯示它完全的功能 所以這點 如果你有時候從電腦 手機上面移到電腦上去 電視上面看 發現沒有那麼漂亮 可能是你家的電視也要升級了 那它這次 在盒子裡面附的東西 就少了豆腐頭 我們直接看來看看好了 就是 其實這次齁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它的盒子變得非常小 那與其說它有些網友會覺得 覺得它是不是蘋果是在 未扣的時候這樣找理喔 欸我覺得有可能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 它是材質減少 因為盒子幾乎是過去了一半 所以它在運輸的成本啊 還有在倉儲的成本 我覺得可以相對來講 會降非常多 那另外我自己來說啦 我還是覺得 他們說的環保這個要素 我覺得是成立的 因為第一大家想想 你有時候買iPhone買回去 你的耳機真的會用嗎 你傳輸器真的會用嗎 那大家是不是有非常多的 豆腐頭充電器 那這次盒裝它其實變成 你看起來正面是蠻詳細 但它其實就只有一個 Type-C 塗帶點穿輸線 然後 你的這個小小裡面 就有小小的 什麼什麼 輸測卡 然後還有 退卡針 跟一個小蘋果貼紙 然後就沒有 然後就沒有5G 也沒有充電頭 但是為什麼說 我覺得這是好事 第一個是 其實它的 今年的iPhone 除了 有了5G沒有漲價之外 它還稍微便宜一點點 那你可以想像它 它就把這個價格 把充電頭的價格 會貴在你身上 你可以自己去買充電頭 尤其我們之前常常 銷售的蘋果 都附這個萬年的小豆腐 對 5V一安 我們都說要 蘋果的5V金安充電器 那這個真的很小 但充電效果很慢 速度慢啊 你還是要去買個更快充電器 甚至以前的話 如果你要快iPhone快充 你要去買 比較貴的Lighting的傳輸線 那現在其實它就是把錢 降價給你 那沒有付這個頭了 那依照你自己的選擇 你要買跟你的筆電充電器一樣的 甚至如果說 你如果有蘋果的筆電的話 你的筆電也可以拿來接這個 這個充電支線 去充電手機也可以 像是我自己會建議買 大家可以買一個比較小 然後速度比較快的充電器 甚至比蘋果原廠充電器還便宜 這是一個選擇性的考量 而且我可以覺得明年開始應該 其他廠牌手機應該都會跟進 跟進 因為這個如果對廠商 有一點採機早一半 這個太吸引人了 其實也有些網友在討論到 螢幕刷新率的問題 因為其他手機其實已經有到120 20Hz 那蘋果都還是在 低 等一下喔 蘋果有120Hz的設備 而且是業界領先 就叫iPad Pro iPad Pro就是120Hz 但是在手機上沒有 其實老實講 今年有在傳這個 我個人就覺得還是有點 很可惜啦 因為我自己其實 我有 除了iPhone之外 我有其他廠牌手機 老實說高刷這個事情 老實講蠻有感的 可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看起來也有感 那這點的話 其實iPhone在 現在的60Hz 我可以這樣說啦 iPhone是所有 60Hz這支手機裡面 動畫跟順暢效果 最順暢的 但是你如果跟90 跟120的手機比 那有120跟90的話 它其實因為硬體的關係 就算它動畫沒有做到 iPhone那麼好 但是其實還是比iPhone效果好 但是我要說的這個蘋果 可能 我覺得它不是 不是不做 而是沒有它選擇要做 因為其實 iPad Pro上面就有了嘛 120Hz 而且你出了兩代 那為什麼不做120Hz 最大可能還是因為電力 因為通常開120Hz的耗電量 其實至少還有多少 30% 甚至到一倍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對於手機的電力重點來講 我覺得可能蘋果 還是暫時壓這個包吧 而且 如果今年做120 那明年怎麼出 那你覺得這樣的話 你有沒有相信對一般人來說 他們會列入考量嗎 我是覺得如果你今天 你沒有用過的話 你不會有太大差別 你用過的話 你的確會 你就回不去嗎 我覺得會回不去 但是可以 我覺得是加分啦 那你說會不會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就不選擇新iPhone 我覺得你要用iPhone 其實通常你用選擇iPhone 其實因為它的系統簡潔 因為它的軟體舒服 還有整體的整體性 而且如果很簡單的 到底是你 假設你是iPhone用戶者 你之前也是60 現在是60 那應該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對 看起來使用起來 狀況其實都差不多 對那只是說 這個東西還是希望 蘋果加更上 那我是覺得 以蘋果的角度來講 他可能要推出的時候 就一併要解決電力問題 再推出這個是比較合理的情況 對那如果你喜歡 要高順暢的iOS體驗 你可以買iPad Pro 那跟我們提到電力問題 那這兩隻他們的電力 續航力怎麼做 我自己稍微測一下 因為我這樣測的話 我大概玩遊戲的話 大概玩 我開手遊PUBG 大概是預測解析度 大概1小時掉 20%電作用 所以就是如果你玩 你全部來玩手遊 大概是5小時左右 電會耗玩 那老子講說 目前看起來 表現算是符合區 符合預期 然後因為其實 更重要電力最強 應該是在看 有一點有趣是看 就是看下個月的 11 Pro Max 跟11 Mini 因為一個就是看 11 Pro Max 會強到哪裡去 再來是Mini的電力 到底足夠日常使用 那目前的話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之前網友 跟我們之前的新聞 一直在討論 就是到底 12跟12 Pro的電池 一不一樣大 因為它兩個重量 我差有幾公克 然後再來是他們的 畢竟價格有差 但是因為之前 已經有大神拆機過 電池大小是一樣 所以但是不用擔心 那兩台 我都覺得算是正常 日常使用 一天回到家 充電沒有太大問題 那我覺得 不算是非常強 但是算夠用的程度 那這次好像 手機都更可以抗摔 這次主要就是 他們有用一個新的 晶石玻璃的技術 就是簡單講 本來去年 以前就有時間 就是用 康尼波最強的玻璃 那這次有新的製程 讓它可以更抗摔 那這點的話 我覺得有兩個點 因為我剛剛 我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 官方數據說 跟去年相比 有強四倍的耐摔能力 但是目前 看來在防刮部分 他們並沒有特別的著墨 所以防刮就是 你日常的刮傷部分的話 其實應該是維持 跟去年至少一樣的水準 但是加強了防刮性能 那這也是我今年另外還有一個 有一個值得看點 就是大家如果拿到手機的話 你們會蠻奇特的是 就是除了外型上 大家都知道這邊框 變成紙版 類似iPhone4 iPhone5的設計之外 這次螢幕全屏 完全屏的螢幕 你知道我們多久沒看過 屏螢幕這件事情了嗎 其實它這樣 完全沒有真的突出 我們把它橫看好了 它的邊框跟玻璃 是完全齊屏的 因為其實在 其實在這幾年來講 也是iPhone開始做 所謂的就是 側面的2.5D 或3D的曲面的玻璃 就是大家會讓螢幕的玻璃去做 比較一個圓弧的過渡 那今年iPhone會特別把它 反而把它削平 這一點其實蠻罕見的 那當然也有傳聞說 可能是新的精緻玻璃 它目前不適合做2.5D的這個邊框加工 但是這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削平的時候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你保護貼點不太需要 所謂昂貴保護貼 因為過去常常 你會說保護貼要不要買滿版 你要不要買什麼3D的 之前你買應該都碰到這個用詞 而且3D玻璃保護貼會比較貴 因為它邊緣要做固形架工 那今年而言保護貼應該是相對簡單 因為它就是平面玻璃就可以覆蓋 那再來是因為它全品 所以其實你在掉下去的時候 所謂邊緣玻璃 擊打到地變裂開的機會也比較少 所以它本身除了玻璃的材質比較耐摔之外 它結構本身也是金屬的邊框 不能保護你的玻璃其實也更強力 所以理論上來講 它這會是目前最抗摔的一支iPhone 但是我沒辦法實說給你們看 真的 不要再留言叫我摔手機了 不敢摔不敢摔不要 我很想測 但是要有乾爹乾媽幫我買它 對不對 畢竟大家還是要有點腦袋好不好 不要摔我自己iPhone 這是我自己買的耶 真是真金白銀 今天早上拿惡果 它有兩支夜拍的實拍的狀況嗎 目前的話 我待會給大家看它的樣張 就是第一個是 其實目前iPhone的超級夜景 跟現在超廣角的部分也開啟夜景功能 其實夜景效果是非常好 甚至也是目前迷烈先茂的 那基本上兩支 我在標準焦段跟夜超廣角 我是覺得畫質是相同的 大家不用太過擔心 那基本上來看 超廣角部分會明顯比上一代強很多 那左鏡頭當然是要維持去年的水準 這部分沒有改變 望遠部分就會有點差異 因為之前在iPhone 12 Pro上 這次有多了雷達對焦系統 所以在望遠的對焦 夜間畫質效果好得非常明顯 速度非常快 成功率也提高 那我自己還是覺得 iPhone 12 Pro的畫質 夜間畫質有好一點 但是這點不太能確定 是不是雷達的關係 因為雷達確定會參與的是 有景深的計算跟對焦輔助 但是畫質上的確Pro好一點 但是我目前還沒辦法確定 到底是不是我特別樣張的 弱感差異 還是就是心理上感覺Pro好比較厲害這樣子 對 那只不過今天一般網友問你說 12跟iPhone 12 要怎麼選擇 都買啊 小孩子才做選擇 對我是有成熟大的 好啦沒有好就是說 如果我覺得 真的我要這樣講 就是一般人 我這次真的大推是iPhone 12 其實去年11的時候 我就差不多是這樣子的考量 但是去年大部分是因為價格考量點 那今年比較難人可貴的是 因為在往年 Pro跟非Pro最大差異 除了鏡頭少一顆之外 最大差別其實是螢幕 因為以前螢幕其實在 非Pro部分就是iPhone 11 它畫的解析度比較低 邊框比較粗 大家是用11朋友的話 你可以看到那個 很感人的邊框寬度 那今年的話其實在螢幕上面 非Pro升級到跟Pro 是一樣等級的螢幕 只有差在亮度差一點點 那真的非常超值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一般正常人 我會覺得說考量使用點 使用的情況跟使用的狀況 還有價格考量的話 12其實比較好 比較推薦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真的預算 我覺得下差其實沒有想像到這麼多 無限度的話 你可以換到什麼東西 可以換到多一顆望遠鏡頭 你拍人像效果還是比較好 然後再來是有Ladar 可以參與你的對焦輔助 參與你的夜間的偵測 還有人像的偵測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在追求極致的畫質上面來講 Pro部分還是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這次其實 相對來講是 Pro 12更有感的升級 可以這樣說 可能對一般人來說 吸引力會比較大一點 對 而且在我還是說 除了價格之外 它重量比較輕 這點其實蠻吸引人的 就是甚至讓我有一點 突然覺得好像是不是幾年 剛剛換成用12比較輕的手機 但是後來我自己 是還在等下個月的Pro Max 因為它新的相機 下個月就等於 還會有再一個風潮起來 下一個月應該也會有 因為當然這個就 下個月會比較 我覺得會比較兩機 這一個月是兩隻 是非常接近跟難選 下個月是截然不同的難選 因為下個月 你會碰到的就是 這樣說好 下個月就是 有史以來最小隻的iPhone 跟有史以來 最大隻iPhone出現 那iPhone 12 mini 就是像我經紀人就很想要 因為它可能就是回歸 當年想要用iPhone iPhone SE一代 或是像是想要用iPhone 4 iPhone 5 那樣子單手操作 可以用小螢幕手機的用戶 它是非常小巧的 而且性能沒有被閹割 它性能跟標準iPhone一模一樣 那可能就是 可能可以期待 又算是未來最強的小手機 那再來是Polomax 其實比之前的 605之間還在大一點 但它又用上了新的感望元件 新的防手震系統 那又可以期待可能 是未來錄影最強的手機 就真的 我覺得下個月又不是一個 極然不同的選擇點 對 那我還是可以打開我的評測 因為下個月兩次 我都還是會入手做評測 我自己可能多觀望一點 Pro Max 但是如果對一般消費者的用 我覺得其實今年 這兩隻是 比較中庸標準的選擇 好 那如果想要選哪隻手機 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留言跟我們講 那我們今天謝謝廖阿輝 謝謝 好 掰掰 掰掰